我们要展开全面社会沟通 全力来阻止公投变成恶斗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利 四个不同意 台湾不会乱下去 请我们所有的党公职干部 全力配合 把这一仗打好 用公投来深化民主 是民进党一直追求的价值 现在国民党把公投 操作成党同伐议的工具 阻碍国家的发展 我们绝对要站出来捍卫 反核式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因为地震带的风险 以及混乱拼装 带来的安全风险 连马政府也只能在安全问题 长期难解之下 选择封存核式 全国也没有一个县市 愿意接受核废料的永久储存 当年的疑虑都没有解决 国民党却想利用公投 重启核式 我们不会同意 单阶是可以减少空污 均衡南北发电的重要建设 为了藻礁的保育 我们执政之后不仅大幅的缩减开发的规模 今年更进一步提出再外推的方案 国民党从来不关心环保 也不在乎减肥 现在却用这些借口 来阻碍能源转型 制造电力缺口 我们不会同意 美猪进口是国家经贸整体布局的一环 我们已经展开台美TIFA的对话 也已经正式申请加入CPTPP 谈判有来有往 美猪只是市场的一种选择 不是强迫购买 政府也保证 基于国际标准 食品安全的前提 来做好配套 国民党想阻挡台湾走向国际 我们不会同意 三年前 通投绑大选 造成选务的混乱 甚至 边开票 边投票的情况 后来 我们把选务分开 避免选举争议 现在国民党 想要顾忌重施 恢复公投绑大选 我们当然也不同意 借今天的终植会 我要特别要求 我们所有的党公子 从现在开始 要全力来阻止 有人滥用公投 来阻碍台湾的能源转型 阻碍台湾走向国际 阻碍台湾民主圣化 这个星期六开始 我们要展开全面社会沟通 我 赖副总统 书院长 都会带头到各地宣讲 全力来阻止 公投变成恶斗 让改革能够持续的推动 让国家继续前进 四个不同意 台湾更有力 四个不同意 台湾不会乱下去 请我们所有的党公职干部 全力配合 把这一仗打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